今次我們坐卡塔爾航空新航線來到里斯本 立即出發打卡啦 第一站我們先來到亞爾法馬區 這邊有個觀景平台 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大片紅屋頂和沿海的風景 影相超美 其實這裡是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衡傳來的舊城區 一路走會發現隱藏了很多影相靚位 里斯本的另一大特色就是這些隨處可見的古董電車 他們在1930年代已經開始運行 無論是外觀還是車廂內都充滿懷舊味 當中逛經市內重要景點和地標的28號車就最受旅客歡迎 里斯本還有幾輛上下滑行的纜車 車身鮮豔的顏色加上背景超崎嶇的山路 令它成為遊客必到的打卡點 這條粉紅色的街曾經是市內的紅燈區 在2011年經過徹底的社區改造後 避免重新游上粉紅色 吸引了不少人專程來拍照 為你這條街添上不少活力 而聖約以城堡就是另一個好經典的景點 其實這裡是個中世紀城堡為止 城堡本身就沒什麼看 但在一陣山頂風景就很漂亮 想俯瞰里斯本的全景就一定不可以錯過了 Timeout Market是由舊街市改建而成 匯集了40間當地的餐廳 全部都是經過英國Timeout雜誌研選出來 這裡最棒是可以像去Food Court一樣 在不同餐廳叫不同的食物 當然不少得要嘗試葡萄牙的地道特色美食 LX Factory是另一個很受當地人歡迎的地方 它是由紡織廠改建而成的文創園區 裡面除了有很多影相打卡位 店舖和餐廳的數量都不少 還有一間很漂亮的工業風書店 仔細閒會發現不少精品 而且價錢都不貴 真的留大半天過來吃東西 Shopping 都沒問題 葡萄牙是葡萄牙的經典小食 當然不可以錯過 葡式葡萄牙和澳門葡萄牙有少少不同 製作果真的不會加入忌廉 吃起來有少少流心的效果 而且比較甜 而這裡的豬扒包也很不同 在這邊可以試到豬肉片版本 口感也挺嫩嫩的 卡塔爾航空有近60個歐洲航點 而且餐飲服務也很好 現在他們的經濟倉主食份量比以前多了 部份航班還有三款主食 飲品選擇也很多 叫一杯咖啡喝也行 想不到坐經濟倉也可以這麼享受 想看更多旅遊攻略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吧